一起來關心的就是獨豆干事件 重創大細豆干的買氣 現在業績一下子掉了七到八成 業者都是叫苦連天 這裡面包括知名的品牌 它中標的產品 從原本的一項黑胡椒口味 一下子增加到了七項都中標了 買氣實在是冷嗖嗖 空蕩蕩的店面完全等不到客人 大細豆干的買氣跟現在的天氣一樣冷 受到二甲雞黃工業染劑殘乳豆製品 乳化劑的影響 知名黃大木豆干上週二 黑胡椒口味下架回收 週六的新增香菇素豆干 炭烤及卤汁等六種口味中標 平常就很多人 假日後排好長 最近這樣爆 大家都心裡毛毛的人 不管是當伴手禮 還是自己解禪大細的遊客 現在根本不敢買豆干 讓店家叫苦連天 其實幾年前也有一個豆干事件 這一次真的比上次更慘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業績大概掉到剩下三成而已 豆干店的生意掉了七八成 每家都在擔憂風暴 究竟何時才能平息 借桃園綜合報導 我找到